前幾天我們看到昨天還帶一個跳空 往下的缺口 大家覺得很擔心 如果你說技術線 你來看會覺得頸線破了 那今天我們看到這個長紅K棒 你覺得危機解除了嗎 OK 這兩塊 如果要化解危機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儲量 另外一個是暫回五日線之障 那這樣好像兩個都沒有 所以簡單來講 我認為應該說 讓市場稍微能夠安心一點 但是就我們的定義 其實危機並沒有解除 簡單來講 我們常常講的破底危機 這個是沒有解除的 尤其是五日線很重要 你沒辦法站上五日線 短時間說安全了 我覺得還延遲過 所以即便今天大漲一百七十三點 但是如果你認真分析盤面的話 其實危機還在 對 我剛剛講 量跟五日線其實都沒有達到 我還是認為目前還是偏空 就簡單來講 如果重點是因為剛好我們放假 如果沒有放假 我覺得三天內在破底 我不意外 真的啊 對 所以剛好放一個假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要繼續請民漢 帶我們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到底要觀察 哪些指標 來觀察這個盤會不會回穩 OK 應該這樣講 這個已經延續了三個禮拜 大家都在講費得很鷹派 巴拉巴拉的一個狀況 那你怎麼看 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是大家市場 對於這個兩個禮拜後 九月費得要升息的狀況 這是兩碼 這三碼 那可以看到這個淺色是比較久的 然後越來越新 從一個月一週一前一天 到今天最近的一個狀況 簡單來講 這升息三碼的機率是不斷往上拉 已經接近八成 那所以看起來好像很慘 那我們就當他升息三碼好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有個好處 是當大家都認為 篤定要升息 簡單來講 你短時間看不太到利空了 什麼叫利空 如果現在是五五波 然後這個一直往上拉 原本認為也許兩碼也許三碼 突然感覺要三碼了 大家會有壓力 當現在都確定是三碼 簡單來講 就是說大家都確定三碼 應該說這個利空 其實都已經反映到股市 那只要不要四碼就好 對 就除非後續又開始發現有四碼 那故事又不一樣 可是理論上是不太可能 簡單來講 就是這個利空會持續動畫 雖然說今天晚上費的一部分 會發表言論 我個人覺得也影響不大 你能多陰快 他能陰快 還能多陰嗎 對 理論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倒影響不大 那這個禮拜 到底市場還有在講什麼 就是這個俄羅斯斷氣 就把那些負面消息 一個拿出來檢查一下 一個就升息 反正就三碼 另外一個就天然氣斷工 斷工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更小 更小 對比剛剛費的 其實真的很小 那這個消息 衝擊到歐洲股市 對 衝擊到歐洲 然後就衝擊到美國 然後就衝擊回來臺灣 你講的重點 他是衝擊歐洲股市或經濟 那我們從兩個角度 第一個部分來講 跟大家講 這個是他的天然氣的供給量 現在幾乎是真的就如同所述的 真的都是斷工的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提到 從這個三月二五一打仗 其實歐洲就知道有可能會出現 所以他們是一直以來閉著眼睛買天然氣 不管多少錢我都買回來 是 所以大家就開始一直存 因為知道今年冬天會很慘 所以原本認為十一月會 整個歐盟會存到八十個percent 結果提早的接近兩個月 現在就達標了 那這個所謂的天然氣的庫存 理論上大致上可以夠他們 接近三個月的使用時間 所以我個人覺得其實市場現在講 冬天他們會很慘 過不去 我個人覺得這機率不高 這簡單來講 就是他們有庫存 所以我覺得衝擊不大 第二個再講到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兩三年 大家稍微回想一下 幾乎只剩下一個美國 有辦法撼動全球的股市 歐股 陸股 港股 其實大家有人重挫 好像跟我們都沒太大關係 簡單來講 臺股都只跟美股 所以我個人覺得剛剛提到 這個禮拜市場看到兩個利空 對比來講這個會比剛剛 原講的這個費的輕微一些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來講 是美股一直跌對不對 對 那簡單 到底是昨天醒來 大家發現美股大漲了 確實有個好處 道瓊跟NASDAQ 同步回到五日線之上 這就符合我們剛剛講的兩個點 你要嘛在底部帶量長紅 即使沒站上五日線 我都接受 不然就站回五日線 這兩個都有站回五日線 所以短線來看 我們可以確認美股止跌 但是能不能回升 我覺得才第一根 我們先不要講那麼早 是 那尤其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後續市場的觀察 就是回到這個剛剛提到 FED的一個方向 那重點在下禮拜的CPI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是樂觀的 主要是因為看到油價 這裡是七月 這裡是八月 逐月持續往下走 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七月的上次市場 很樂觀的 七月CPI就是八點五 就從九點一往下 現在市場預估 這最後一根八月是下禮拜要公佈 現在市場預估是八點二 這是預估值 對 這是預估值 還沒有公佈 是下週才要公佈 現在預估是八點二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要觀察 他是比八點二高還低 對 理論上 我個人覺得只要能夠稍微往下 就算差一點點八點三 我覺得市場都是可以解讀成樂觀 最起碼你是確定是往下 如果能夠比八點二低 那當然是更好 但是你不要出來跟幾乎是持平 那我就覺得壓力會很大 市場要降 對 你一定要降 而且希望有一點幅度 我覺得這個市場自然可以接受 那就可以打掉 剛剛提到的 反而比較大利空 就是FED的一個部分 好 那重點就來了 那這個大家都說變盤變盤 那有沒有變盤 不曉得 我們來看明漢怎麼看 過完中秋之後指數的變化 這給大家統計一下 這過往中秋這近十年的變化 我覺得跟今年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中秋節前通常都比較弱勢 你看前一週上漲機率只有三成 而且平均也是負值的 那等到後之後 整個上漲機率就八成七成 慢慢的有明顯的增加 所以這不確定因素 一定會導致市場的信心的影響 那整個假期結束之後 整個市場的信心就會有機會 有一個比較明顯復甦的一個狀況 而且今年還有蘋果發表會 對 蘋果發表會 但是我覺得在這裡要跟大家講利多 要講利空 是 利空不幸就是今天我一醒來報紙 媒體都寫道瓊大漲四百點 因為蘋果發表會 大家來做慶祝的動作 可是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有點怪怪 因為美股大漲 但是其實昨天的蘋果 漲不到一個percent 其實是比指數要弱 那而且就過去經驗 我們把統計這五年的iphone發表過後的狀況 你會發現真正會漲前三個月百分之百 而且蘋果一檔股票三個月平均漲幅一成 但真正要發表的前後上漲機率只剩兩成 這是講蘋果的股價 對不對 對 在蘋果股價 發表之後就沒再漲了 前後其實就不會漲了 所以就之前大家還在那個地方猜 有什麼量點 什麼時候會大漲 真正發表之後 其實不會漲 一直到後面才開始慢慢轉好 簡單來講就是可能要等到下禮拜正式發表之後 那這個所謂的發表後續的這個市場的熱度 非常的強 看大家怎麼評價這支新手機 對 股價才會轉強 我個人對蘋果概念股 我是非常給予正向肯定 但是大家選股方向要有切記一點 你不要買那個混在一起 或者是非評比重比較高的個股 後續來講股價會弱勢 盡量選擇蘋果存度相對比較高的 在這段相對比較熱的時間點 我覺得蘋果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是提醒大家短線發表過後 可能是表現沒有大家所想那麼強勢 可是我看好等到後續發 等於發表之後 等於上市之後的業績 所以趁著這段時間在上市之前 如果震盪拉回去做布局的動作 好 謝謝明翰 那麼這個我們看到一些利空因素 那麼帶大家來檢視一遍了 那這個過完了中秋之後 這個盤會不會稍微比較 讓大家可以喘息呢 我們就來持續觀察 那當然今天的重頭戲 當然就是昨天